选择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男嘉宾 一米八六 七十岁咯 长得不像 就是年轻 而且心里也很阳光 很大气 很招人喜欢这么一位男士 那要选择第二位 也会女嘉宾 选几号 我觉得跟三号 跟他合适 跟他合适 他本身也是这个篮球 也是打过篮球的 他俩比较劈配 选二号 选二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长啥样 来不看看大屏幕 看着这位和上位面相完全不同 这个看着不厉害 可爱型的 而且有点肉肉的 忘肤 很忘肤的感觉 我们看看现在她是什么样子的 来有请我们二号女嘉宾登场 我是一个爱生活懂干净的女人 我是来自安山的张华 男嘉宾我这配也配不上他呀 我这个儿太矮了 你看 你说不自信了 我前夫是一米八零 但丑着比他矮不少 他一米八六呢 但是他比较绑 我那个去世老伴没有他那么绑 没有这么绑 爱不是阿姨 你喜欢绑的还是不喜欢绑的 什么样都行 不是哪有杀来跟自己原来老伴 就这么肃无忌惮去比呀 你是找你前副影子 还有找后半生幸福呢 不是不是 我就觉得他特殊搞大个 长得魁梧 是好是不好 好身体健康 最好 咱就努力地表现自己 至于有没有吸引到他 那就是他的事了 你就不信阿姨 你就站在他那个环里 不是 来吧 来站在他环里 对 你站在他环里 你看那感觉 我跟你说老有安全感 我的天 这是我最羡慕的状态 哇塞 多可爱 最萌生高差 很好搭在肩膀头 对呀 你再 真的我跟你说 阿姨 你靠近他怀里 你头里再扎进他怀里 那种感觉 哎呦 这样 甜不甜 美不美 美 你看 就行了 你两个人真差不多 个儿都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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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男的 哎呀 你人家老搞了 他比我搞一头多 他 他嫌 咱们也给我们男嘉宾看看 生活当中咱女嘉宾是怎么样 来 请看大朋友 18289号女嘉宾张华 62岁 安山人 丧偶 企业退休 儿子已婚 有住房 大家好 我叫张华 我今年62岁 我来自安山 我从小生活在部队的家庭 良好的家庭教育 使我对自己要求阳格 言于立即 我没有什么爱好 我爱感情 我偶尔在家里 刷刷快手 抖影 偶尔跳个广场舞 一个人的日子很孤单 连做好饭 一个人吃都没有滋味 儿子也有自己的家庭 不能时常陪伴在身边 后来我就跟朋友 出去旅游善心 走的地方多了 心境也开阔 我爱旅游 我曾经去过香港 澳门 俄罗斯 泰国 台湾 我都去过 其实夜落归根 还要在家里度过更好的时光 所以很希望有一个 知心的爱人 余生很长 我想找一个爱我疼我 共度后半生的人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原来管钱的 是吧 管钱 有财吗 有财 管钱的 那个我们男嘉宾 以前是习惯性的 把钱都上交家里边 管钱 以后你让别人管吗 还是自己管 应该交给会写阿拉伯数字的 他擅长打球 对 我就擅长继续弱了 阿拉伯数字写的特别不一人 好 是吧 钱管了可厉害了 那你是不对 那有的女人 你钱给她了 但花的可能一个月 一月挣三级钱能花出六级来 好 依你能不 我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啊 你能省出钱来是不是 能 因为咱们现在生活都好了 也不缺什么 也不用买啥 你不用买什么玩意 就是说俩人要是如果说 那个能够走在一起 就互敬互爱 就是在主要是在竞神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姨姨你很抠 抠 那如果说她以后不交钱的话 你耽误你俩相处不 我因为俩人感情要触到一定的程度上 不影响 不影响无所谓了 对 无所谓 你俩这都是大度人 行 要是给她管 反应没差 不错